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Banessa 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是想给大家分享我近期买到的一些很喜欢的耳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把耳环是一个品牌的 这个品牌的这两年还蛮火的 他们家这一系列都是做的这种不对称解合图形的款式 这就是这种木质的解合图形 看起来很简单大方 然后它的颜色配色也会让你觉得很俏皮可爱 这副耳环的询问度特别高 这是一副很难你不注意到它的耳环 它可以对你的穿搭起到一些点缀跟画龙点睛的感觉 会让你的整个打扮感觉会不一样 有亮点 第二款我想介绍的也是同一个牌子的 但是有点类似就是这样的一副耳环 这副耳环也就是一边是一个太阳花的吊坠系列 一边是一个小樱桃的设计 其实这副耳环他们家耳环做的蛮精致的了 就是耳环的细节它处理都很好 就例如说这个太阳花吧 它就是里面做的是有一种磨砂感 但是它的太阳花花周边 它就是做的一种较亮色的 然后有点抛光的感觉 就会有一种散发着光的太阳花 然后这边的一个小樱桃呢 它又不是全圆形的 它就是一个樱桃形状 不规则吧 然后细节处理的很好 就是它不是单一的颜色 它这个小樱桃上面还有一些花纹 也很好看的 这家这个系列出了很多这种 类似的对称的吊坠 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就是刚刚掉在肩膀这边 然后会有一点浮动的感觉 就是给你普通的穿搭 带来不一样的特别感 接下来的是这一个孔雀懒的 深浅不一的一个大理事物的耳环 耳钉吧 它算是一个耳钉 这个耳钉很有特点 就是它不光是那种石头的纹路 而且它旁边镶着一圈不规则的金边 它的金边还蛮有特点的 就是粗细线条都不一样 整个不规则感都很有特点 这个店主说是天然祖母珍珠耳环 就是说是纯手工设计 其实我仔细看了它的背后的这种 从做工来看感觉好像是手工设计 做工稍微粗糙力一点 但是赢在款式挺好看的 很色的这样的耳环 就是比较没那么抢眼吧 但是注意到它会发现它细节上很好看 还蛮气质的一幅耳环 就是蛮复古的感觉 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 是这一幅 这一幅是在Mango买的 祖母绿的 镂空几何图形 然后这一幅呢 我是在网上买的 然后回到家其实第一时 第一印象是有点小失望的 因为我在网上幻想着它是那种 很有质感的一个石头 像玉佩一样的 但是收到的是那种塑料感 听声音就是很脆很透的感觉吧 然后它的颜色也还蛮透的 如果把它用成像石头 或者是玉一样的材质的话 可能成本很高 然后会比较重又容易碎 这个材质就是有点塑料材质 但是它的颜色很好看啊 其实它通透的感觉也还蛮好看的 还有一部 这一还有这一部也是在Mango买的 一部金色的圈圈耳环 就是做成这种圆圈的耳环 其实有很多种 但是它不是这种吊着的大环 环状耳环 它是那种平面的 把它做成了平面的环状耳环 它的大小半径也刚刚好 而且就是它这里有做一个小开口设计 我觉得这个平时拿来搭一些休闲啊 或者是比较酷的打扮也都可以 休闲T恤什么都可以搭 搭配那种棒球帽啊什么的 也都还蛮好看的 而且金色的耳环搭配黑色的头发 也都还蛮好看的 就是Adoo这边是这种开口设计 然后两边是这种对称的平面圆形 这部耳环就是一副不对称的设计 然后它是做的这种 故意做成这种很粗糙的手工设计 然后两边一边是镂空的一边是实心 很有分量的一副耳环 感觉做的是一个铜偏金 金偏铜的颜色吧 就是没有之前那个 没有之前这个金色的那么亮 然后它做的有一种做旧感 做旧的粗糙感 就是很有味道的一副耳环 金属感蛮重的 材质也很蛮重的 一边做成这种实心的 然后一边这种是空心的 然后我觉得搭配我这种黑色短发 也都还蛮好看的 它是那种比较有金属感的金色 就是像一大坨金字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副耳环 这副耳环搭配很多衣服都还蛮好看的 每次我穿比较深色系列的衣服 都会搭配这副耳环 拿这副比较金色 然后亮眼的耳饰来 打亮你整个装扮 接下来是这副流苏耳环 这是我唯一的一副流苏耳环 我很喜欢这副耳环 这副耳环它除了它的流苏 非常有质感 然后比较有坠感 很顺的掉落下来 然后这副耳环为了 它的黑色流苏 不跟头发混在一起 黑压压的一片 所以它就有一个金色的小鸟设计 这好像是一个小鸟的图案 然后它比那个流苏要短一点点 也是会形成一个 长耳环的掉坠感 这副耳环也是一副 就是比较气质优雅的耳环 我带出去过一次 就是公司年会的时候 然后搭配了一个黑色低胸的衬衣 然后整个就是 还蛮优雅气质的 我还蛮喜欢这副耳环 这副耳环就是你把头发散下来的时候 你只看到了金色 因为那个流苏跟你头发混在一起 但是你把头发绑起来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看到流苏跟金色在一起 很好看的一副耳环 而且自然也还蛮好的 然后就是这一副 这副耳环有点夸张了 这副耳环就是很多个小桌子穿在一起 然后有坠下来的那种续装 然后有一圈圈的这种 我觉得这一圈圈的设计 应该是想要这个耳环 看起来有更蓬松的感觉吧 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这副耳环整个戴上耳朵就是很大一头 很难不让人注意到它 对就这样 这副耳环我觉得是特别上进的一个款式 就是你真的没办法不让人注意到它 这副耳环就是特别显眼 特别打眼 很适合出席一些很特别的场合 就是需要你精心打扮脸的场合 这副耳环平时戴就有点夸张 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场合 戴起来就非常适合 我很喜欢这副耳环 就是它的黑白配色也很好搭 会有一种气质优雅的感觉 这副耳环虽然是在淘宝上买的 但是它的材质啊 做工啊都不会有那种很廉价的感觉 看起来质感都非常好 这副耳环不管你是把头发散下来带 还是把它帮起来带都还蛮好看 帮起来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你散下来也都还蛮好看 这副耳环 这副耳环也是两边不对称的耳环 好像我今年很喜欢一些不对称不规则的耳环 这耳环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副耳环 这个耳环下面是那种珍珠贝壳的材质 就是做工很好 就是会反光的那一种 会反那种贝壳光的那一种 然后它的重量也是蛮有质感的 然后上面做的是那种金色的 也是那种很粗糙面设计的 然后我觉得贝壳系列或者这种白色系列的耳环呢 就很适合搭一些端妆或者是小香风格 然后绘服装的打扮 蛮好看的 它两边不推称的设计就是这边是短的 然后这边是长 还蛮有特点的 这副耳环看起来质感非常的好 这一副红棕色的螺旋状耳环 这副耳环好像也是在Mango买的 我当时收到的时候还在想 啊真的很喜欢这副耳环 但是还在想 它如果换成木质的会不会更好 它是一个铁皮状的 然后旁边是这种很薄薄的铁皮切片的感觉 嗯 我是喜欢它的颜色 红棕色今年不都是很流行 是不是很好看 它这个螺旋状 然后在律动的情况下就 感觉它会在转 有一点重量有一点小分量的 如果是穿这种类似颜色的服饰 然后搭配这副耳环会很好看 就是在颜色上 你搭配一些有颜色可以match到这个的服饰 都会很好看 还有这一副 这一副是在ZARA买的 我刚把这副耳环买回来的时候 Andy Bo是说这是非洲风格 它就是每一个小调坠都不一样 然后就感觉是每个不一样的石头 把它穿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颜色搭配跟长短都非常的好 这副耳环的配色也很好看 就是白色配一点点蓝色 然后这边加一些小的珠子串在一起 这边还是景色 整个配色一串都很好看 它的材质是那种塑料石头感 上面下面都比较薄 那种做的那种片感 然后这边是一个做的一个像小石头的感觉 它每一个小部分的颜色跟形状设计都不一样 然后这整个一串搭起来就还是蛮和谐蛮有特点 我觉得 这副也是不管是你平时这样散着头发带 或者是把头发有点稍稍绑起来 这样子 也是蛮好看的一副耳环的 这副耳环有一点夏天度假风的感觉 还有一副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副这样的耳环 这副耳环怎么说你戴上耳朵很好看 但是它15拿着其实就是没什么质感的 它是一个这种红棕色配金色的搭配 给你制造感一个圆形的感觉 但是它是一个半圆形的 红棕色配一点金色 然后它的红棕色上面呢 又有一点那种做成那种随意的花纹 这副耳环就是一副很休闲 然后很好搭的一副耳环 就是没有之前的那些款式那么夸张 但是又有一点点自己的小特点的 你看到它的主要色调是红棕色 但是边边又搭配了一些金色 我去体谅它 很日常很好搭的一副耳环 就是上班啊工作啊学习都可以 还有这副它做成的是这种金属感 做出来的感觉是很厚实的金属感 它中间是空心的 就是其实还是蛮轻的 听声音也听得出来是空心的 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一副耳环 就很有特点 因为它这边就是宽宽的一个 有一点像宝格丽那个最经典的设计的感觉 我觉得不管是银色还是黑色 搭在头发上 那种对比出来的颜色都特别好看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金色还是银色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跟头发对比出来的 感觉都特别好看 就是形成了一个对比色 就是有时候散落下头发的时候搭配一些耳环 这一副耳环呢就是它没有之前那些 吊坠的耳环那么打眼齐眼 但是它就是还是蛮有自己特色的 就是这边就是很素的 黑白配色的比较低调比较素 还有一副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是我 在网络上看到它的第一眼 我就很喜欢这副耳环 我觉得很有特点 它是用那种很多个小珠子穿在一起的 然后又有点螺旋状 但是它两边的螺旋状的方向都不一样 然后形成了两边的有一种不对称的感觉 这个它是 好像网络上有黑色跟白色吧 我选的黑色 然后它戴上去呢 就是一副很不起眼的耳环 很难注意到它 但是当有人注意到它的时候 就会大加分的感觉 就是很喜欢这副耳环的 我每次戴这副耳环的时候 我都是会把它绑起来 对 就是 绑起来 然后有一点散落感的时候 就是会搭配这副耳环 就是很文静很秀气 这一副耳环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请别忘了帮我这支视频点个like 然后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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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